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啥爆全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在当天中午11点左右 周小斌在葫芦岛刑侦侦大队的审问间 当着辽宁省政法一把叫做苏鸿章 以及辽宁省副记忌兼组织银事部部长苏树林 这二叔组合的面 就把当时葫芦岛阿森部的一把叫做王立科 这边啪插一拳 就给露个跟头 这边王立科瞬间牙都给打活动了 给王立科打得特别害怕 而且特别的无奈 自我找安慰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看周公子 有些事 我也是迫不得已 这边王立科也知道 刚刚这二叔把他们这个行政大队里边的张绍忠以及伸长书都给撤职了 这边我马上要这个印子正式印子葫芦岛阿森部的一把了 这边我可不能丢了 这边周小斌随即说到 你给我起来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人啊 你这种人就是墙头炒随风倒 既然你是这种人 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这样吧 工具人 该做你工具人 做的事 我这边 想见 天津全建集团董事长 你把他给我约出来 这边 当时王立科这一条 那个苏老板 周小斌一瞪眼睛 他叫苏一辉 我说错了 苏一辉 现在可能跟我们葫芦岛摆到一把张经墙 正在一起吃饭呢 今天也邀约我了 我这边不是 两位领导来了吗 要不我也去了 周小斌说 你赶快给他打电话 好好 爸爸 王立科就把电话 打给了苏一辉 这边苏一辉这么一接 也表示 王立科你赶紧过来呀 我正在这个葫芦岛的国际大酒店 105包房了 这边 你得提前与这个张静强之前到 你不可能张静强马上就要到了 你载他之后到 让葫芦岛一把鸡鸡 一把鸡鸡鸡隔着等你吗 当时这个王立科说 好 好 那个 苏 瞅着周小斌一瞪眼睛 想叫这个苏老板 又不敢叫 又不能当着苏一辉的面 叫苏一辉 周小斌当时打个手势 你叫吧 苏老板 好 那个 我马上就到 打扎的没挂 你看周小斌 随即 瞅向了 这个二叔大领导 苏鸿章吗 苏苏林吗 二位领导 既然你们今天既来自哲安之 也跟我周小斌去一趟吧 这苏一辉 已经在葫芦岛 找到了可靠的靠山 也就是葫芦岛白盗一把 张静强 我不想 再在葫芦岛 受着遍体 淋伤的伤 这边你看 正法医把苏鸿章 说 可以 这边 苏苏林说 行吧 啪啪 你看 这个时候 王立科 安排车 这一行业 就往这个 国际大酒店去了 在车上的时候 周小斌 还跟王立科说 刚刚忘了 也把我的兄弟刘维 和廖娟 马上打电话给放了 当时也把这俩兄弟给放了 那么随即 在十一点半 也就到了国际大酒店门口 这边正巧看到了 苏玉辉领着两个保镖 在这门口正迎接着 从奔驰商务车上 下来的葫芦岛白盗一把 张静强 双方握手 有说有笑的 往这个国际大酒店 105包房进 这边也是进去了 把这菜提前点了88 茅台酒都上上了 门口两个保镖 给门口守着 这个时候周小斌 当时这么一看 这两个呆载的羔羊 已经进去了 跑是跑不了了 我今天就给他 他俩来个望中捉憋 这边周小斌 随即告诉车上的 这个苏鸿章 苏树林 还有王立科 说 咱们先不着急下车 给他们20分钟时间 让他们先快乐着 一会儿 我让他们幸灾乐祸 这边 树玉辉跟张静强 个屋里喝上了 这20分钟以后 也就是 11点50了 这周小斌 带领着王立科 还有这个 辽宁政法医把 苏鸿章 以及这个 傅记记兼组织 部长 银事部长 苏树林 就要往里进了 为什么是带领着他们呢 因为王立科 害怕二叔 这二叔呀 也是因为 接到 这个叫苏鸿章 也是因为接到了 鱼缸模仿周大老板的命令 你不到葫芦岛把这个事办了 我就办你 这边 苏树林 也是为了 讨好周大老板 要去这个石油这边 去工作去 你看 爷的毕恭毕敬的 先听周小斌的 爸爸也就下车了 周小斌说 这样 王立科 一会儿你先到这个105包房 我戴着压舌帽 我先跟你进去 麻烦二叔领导 和门口先站着 我要你俩什么时候进来 你俩就什么时候进来 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 这边你看 888 来到105包房门口 这俩保镖这么一看 王立科来了 表示让望里进 但是一瞅着身边 还领了一个戴着压舌帽的 就没想让周小斌进去 这边也是看到了周小斌 这个人 就是说 跟树玉辉也是一个进题 当时 这俩保镖也认为 王立科只能把这周小斌 给带来的 虽然戴着压舌帽 但是他俩也看清了 这是周小斌 打得鼻青脸肿 这边也没用进 但是周小斌告诉王立科 赶紧把七七四给拿出来 指着这俩保镖 别那么自声 巴巴的你看也就进去了 一敲门 这边说进来 这王立科就往里进了 身后 这个周小斌把压舌帽继续压低 跟着也就进去了 苏玉辉这一看 王立科进来了 这张静强比王立科 这个级别大呀 而且你看张静强 早来了 你王立科你属于下属 你后来的 这苏玉辉开始给解围了 那个王举呀 是不是路上堵车了 来来来来 那个正好张静静 这边呢 也没喝金香 你过来 敬几杯 来过来过来 这边你看 王立科也就往里走 这边周小斌 也继续往里接近 大约有一米的距离的时候 王立科直接把脚步挺下了 也是周小斌让他挺下的 这个时候 这苏玉辉说 王立科呀 王举 这个人是谁呀 周小斌直接把压舌帽 给拿开了 苏玉辉跟周小斌 当时来个四目以对 周小斌说 苏老板 你不认识我了吗 当时苏玉辉有些许惊讶 但是绝对没有害怕 因为当场有葫芦倒白道一把张静强宰着呢 这边苏玉辉 这边苏玉辉还没等说话呢 这张静强说话呢 王立科呀 他是谁 为什么把外淫给带来了 王立科当时捂着牙 捂着嘴牙疼啊 张奇迹 他是周 这边苏玉辉直接把话接过来了 张奇迹呀 我来说吧 他明确的说 可以说是我的手下败将 也可以说 是我苏玉辉的一个狗皮膏药 这当时张静强这么一听 指着王立科说道 张静强心想 你说王立科你把让苏玉辉不高兴的人领来 这个饭局你不给搅了吗 随即指着说道 王立科呀 把这个人给我领出去啊 你也回去吧 当时指完王立科就指着周小斌 你离开吧 这边周小斌这么一看 我要是不走呢 我没猜出你就是葫芦倒白倒一把 张继继一把 当时周小斌赶着说话 赶着接近 这一米的距离啊 张继继搁着车着身 搁着坐着 这边周小斌已经到跟前了 我请你把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 也是在让我离开现场吗 张继继一瞅 我今天 我心情非常的好 我也不想节外生枝 我告诉你 我不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告诉你 我是葫芦倒白倒一把 也就是这里的天 你马上给我离开 周小斌随即 张继继话音刚落 这桌子上有个 烟灰缸啊 拿起来 把他自己给砸上 这边给张继继打的呀 随即大喊一声 往里走 把银给我抓起来 这边你看 这树玉辉这么一看 当时也是有一点秀脸啊 心想 这是在葫芦倒 这是葫芦倒的天 你都敢打 接下来都不用我跟张继继说 把你给摆平了 张继继自身也就能把你摆平了 这边 你看 这张继继喊着王力科把他带走 王力科瞪眼没有行动 张继继这么一瞅 王力科 这边周小斌说道 王力科 让他俩进来吧 这个时候 王力科 你看听周小斌的 爸爸出门口之间 把这个二叔给叫进来了 二叔进来一刹那 这当时 这张继继也听见了 周小斌说你 把他俩叫进来吧 当时也知道 这二叔是叫周 是周小斌叫进来的 但是这么一瞅 这辽宁省的大领导 怎么到葫芦岛了 这一瞅给吓忘了 当时 苏姬姬 苏姬姬 你们怎么来葫芦岛了 我提前没跟我打声招呼 有失远迎了 这边你看 也是现场发生了 一些不愉快 这样吧 王力科 把二位领导 请到旁边的包房 我把现场处理一下 当时周小斌这一听 心想 这葫芦岛一把张继继 张继继 你好像是耳聋啊 这二叔可是 我叫进来的呀 随即周小斌 喊了一声 墙着 这边 这张继祥正面对的二叔领导呢 这一听身后 有叫墙着的 好多年没有人这么叫了 毕竟回家的时候 我的妈妈管我叫墙着 自从我当上葫芦岛的一把 他也没有人管我叫墙着啊 都是叫张继继 这怎么我妈来了吗 当时一恍惚回头 这一瞅 周小斌又喊了一声 抢着 你是不是耳聋了 这二叔领导 可是我领来的呀 当时张继强恍惚之间 有点懵圈了 这个时候 你看 辽宁政法医把 苏鸿章 也把话筛接过来了 这样啊 小斌 张继继 这现场发生什么了 这边 喊着小斌 问着张继继 你看张继继这个时候才知道 这辽宁省的二叔领导 是给周小斌来站队的 那个 二位领导 那个是 误会 发生 现场发生误会了 这周小斌走到 张继强的跟前 我抢着 你先坐下 这边周小斌 随即走到 苏玉辉跟前 苏玉辉当时 一看周小斌 当着 这辽宁省的 两大领导 去打地级式的领导 他 也有些许的害怕 但是这个时候 身为 这民营企业家 身家七百多亿的 这个全界集团董事长 苏玉辉 他根本就不能 在这种场合 那夸 周小斌 过来 也是叫口了 叫嚣 我叫你一声 苏老板 你服不服 你跪着 跟我说话 苏玉辉 哪能跪着呀 苏玉辉 当时 抢引着 也得回怼 周小斌 在天津 你是手下白教 在葫芦岛 你也是遍体鳞梢 你凭什么 让我给你跪着 周小斌说凭什么 对呀 我凭什么 周小斌这么一瞅 这个饭桌上 那盘子有的是 里面还有菜 我凭什么 啪操了一个盘 啪擦去就给苏玉辉 砸过去了 苏玉辉当时反应也快 咔嚓 跟胳膊 躺上了 菜汤 咔嚓 撒身上了 可苏玉辉 老天上 撒的都是 这边周小斌 这么一看 第二个盘子 咔嚓 又操起来了 啪擦 又给砸过去了 苏玉辉 又这么一躺 这盘子正好 砸在这 苏玉辉的船 拳头上 当时 这红色液体出来了 盘子也砸碎了 这边 碎撒着 巴扎 绷在苏玉辉的脑门上 也给绷破了 苏玉辉这手 又捂着脑门 这么一看 红色液体出来了 回首 周小斌 第三个盘子 也砸向过去了 这苏玉辉 当时 这手 握着脑门嘛 这手又去躺 周小斌 另一只手 又抄了一个盘子 直接你看 砸了四回 直接给砸一回 把脑瓜子就给砸了 红色液体 啪啪往 往手躺了 这边呢 这边呢 当时 辽宁政法医把 苏鸿章 也喊周小斌呢 小斌呢 住手 这个 辽宁 副机机 苏树林 也喊了 小斌呢 成何体统 住手 这边 你看周小斌 随意 也挺下了 这个时候 苏鸿章 对着这个 葫芦岛的 白刀一把 叫做张静强 说道 而这个张继继啊 我们也是接到 北京这边的电话 让我们俩 立即 从水阳 到葫芦岛 来办理 这个葫芦岛的事件 什么事件呢 想必你也能知道 这边呢 不论是 多有身份的民营企业家 做到什么程度 也是要遵纪守法的 那么我们不管他来别的省市 甚至是别的直辖市 就是指着你输一回 有多大的背景 去包容他能做多大的事 我们辽宁管不了 但是 现在是在辽宁 葫芦岛地界 如果 有民营企业家 做出违法乱纪的事 搞特殊 我们绝对不允许的 这张静强 抽抽树一回 回答 这个 苏鸿章的问题 是领导 这样吧 王立科 张继继 这边马上 在葫芦岛 给我们组织一个会议 在下午一点钟 把这个葫芦岛 负四级以上的 全部叫来开会 这边你看 也要解决这个事 这个时候 苏鱼晖这么一看 苏鱼晖站起身了 也没再跟周小斌 打在一起 既然 二位领导 还有张继继 王菊 你们有会议 我呢 也不便于 在这里待着了 我先行离开吧 周小斌 当时 哗哒给按住了 你哪里走啊 今天我们俩的事 还没有解决呢 这边 苏鸿章 跟苏树林说了 哎 小斌 下午开会呢 你让银家走好吧 毕竟银家不能参加会议 周小斌 这一瞅 行 你先走吧 苏鱼晖也说了 这样 周小斌 咱们俩没完 我苏鱼晖 不但在天津有全建集团 在葫芦岛 也有着 我葫芦岛 在这个连山区 渤海街 301号 这边 是我全建集团的分公司 你如果觉得你可以的话 下午你开完会 到那里找我 周小斌说 行 你就给我等着吧 我必须 不在天津 我就在葫芦岛 把你苏鱼晖给办 你看苏鱼晖当时就走了 苏鱼晖走到门口 直接拿起电话 当时打给谁了呢 天津 这个叫做天师集团的董事长 李金元 李金元他爸 也是叫这个 李大老板 你看 接下来 故事又怎样走向 咱们下集 见